- 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五分鐘搶先報 我是Andy 我是李歐 昨天台股是開低啊 那今天好像還不錯耶李歐 好的那其實台北股市啊 昨天其實是一個震盪收低的情況 因為受到美國封鎖這個華為子公司 多達三幾價 結果相關的華蓋股 什麼說華蓋股 華為概念股 沒錯華為概念股 哇這個東倒西歪啊 姑且不論它的影響是實質的 還是這個暫時性的一個利空 但是股價跌是事實嘛 是事實 但是我們一直不斷強調 跟大家分享說 台北股市現階段是不是很高 對很貴嘛 所以我們要避開漲多的高位階的 要把資金放在底部起漲低位階 有轉接股票 好那現在熱錢啊 其實它是持續湧進台灣的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今天的早報 好你看哦 資金專法首年持息2166億 台商歸於返鄉 你看它有規定 如果你是在第一年就匯進來的 你的稅率只要8% 第二年才匯進來的稅率就是10% 所以你少一點匯進來 稅率是比較低的比較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匯進來錢 又拿來台灣實質的 真的有投資 不是只有匯進來放口袋 是真的有實際投資台灣 貢獻台灣的 好它的稅率第一年可以再折半 等於說你第一年匯進來 你的稅率只要繳8% 那你又可以再折半 換句話說你只要繳4% 等於說你不但投資 然後你又可以少繳稅 所以相當的划算 好那這些錢慢慢的流入台灣 那你投資越多 對台灣的經濟成長 也會有所貢獻跟幫助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訊息 這就是昨天 萬三又摔跤 那大家都在問 那到底萬三會不會再來 是不是 有可能 其實指數的多頭架構 其實是沒有破壞的 它只是短線秀 畢竟漲了4000多點了 好重點是全股 你看這個國際熱錢 前進ABF 外資又在講 這個窄版 IC窄版 他說這個新興南電拉豐 全部可以買嗎 不敢買 漲很多了 你看花旗環球 上看200跟160 又翻倍了 太扯了 所以我覺得投資朋友 在這個地方 就是已經漲多的 你要避開 不要跟風去追 現階段在流險是什麼 是低價底部期賬股 不是那種高價位的 高價位的 好那再來看一下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是 蠻值得大家注意的 其實我們 在這個第一季 有帶這個投資朋友 分享這個 國制 815的國制 伺服器相關的公司 在做這個相關供應鏈的 其實它的業績 每個月都大幅成長 可是到三月份 四月份 業績還是雙歷史高 可是股價漲太動了 為什麼 其實股價已經反映未來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 第一季 第二季 大概就是高峰期 結果後面 六月份的營收 七月份的營收 就開始慢慢的往下滑了 其實第三季 你看新聞到現在才出來 伺服器Q3的出貨 估計跌5% 等你看到新聞出來 其實它已經做了好大一個頭部 而且正在往下跌了 沒錯嘛 所以領先就是最好的投資 好 那現在我們看什麼標的 來看一下這個族群 就是航運族群 你看美西縣運價標 THE聯盟回春 好你看 陽明等公司符合 第二季多獲利 大賺 那當然 美西縣的航運運價的獲利 它最主要是運價大幅提升 像今年三月份到七月份 它的運價已經飆漲超過一倍了 一倍了 所以當然這個族群 你從月線的角度來看 都在地板 很低 對啊 所以這就符合我們選股的邏輯 而且也比較安全 好的 那以上題目給大家做個參考 感謝Leo的分享 想收到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一定要加入Leo的LINE &Teregram 5分鐘搶先報 我們下次見 拜拜